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香港紧张局势之际 香港区域会选举又起波澜 民主派人士黄之锋 因其民主自觉主张 而被剥夺区议会的参选资格 北京表态支持香港当局 取消黄之锋参选资格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叶冰 你好 你好 许波 中国官方对于把黄之锋 党在区议会选举的大门之外 这种做法是如何评论的 媒体报道和民间反应有哪些看点 叶冰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 对官媒新华社表示 黄之锋被取消香港区议会候选人资格 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基本法规定 港澳办对香港特区政府做出的决定 表示赞同和支持 杨光在回答新华社的提问时称 黄之锋是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祸首之一 中国官媒央视发表评论 题目是乱港分子黄之锋 参选提名无效 彰显法治精神 该评论称 这一裁定得到广大香港市民的广泛肯定 有利地打击了港独分子的嚣张气焰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参选区议会的资格确认 一直被当局拖延 我们也一直从这个新闻上得到这样的消息 直到昨天黄之锋所在选区的选举主任蔡亮才 发出这个书面通知 通知书表示黄之锋提交提名表格时 显然不会有意图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 那么蔡亮被认为与中联办和北京的关系密切 曾经在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任职 黄之锋称政府进行政治审查 剥夺他的参选权利 认为选举主任已经沦为思想警察 黄之锋是今年区议会的选举中的首位 因为政治观点而被取消资格的候选人 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 他以英国议会 加拿大议会和美国国会 对参选人和议员政治言论和派别立场的包容为例 表示 姑且不谈所主张的民主自觉 是不是港独的问题 以发表不同政见和主张为由 剥夺个人的参选资格 不符合国际标准 李怡认为 当局阻止黄之锋参选区议员 将被证明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相当于把黄之锋 从区议级的赛场 直接送进国际大赛 并且帮助参选区议会的民主派人士 获得更多的选票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李怡的评论 就那个德国神学家 派博博的讲话就是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愚蠢不是一种理智的缺陷 你永远是把这个权力 power 比所有都高 永远只看着一时的利益 永远是没有原则的话 那就最后倒成对视纸上 如果从民主的角度来说 是很好的 港澳办越这样讲 对华之锋更越有帮助 它不仅是在香港更有影响力 在国际上也更加有影响力 虽然它不是整个运动的领袖 但是很多人认为 它是一个反抗运动里面的 一个青年的代表 国际上也这样认为 是一个象征 它要压也是 从那个权力的角度去压 结果是可能适得其反 11月24号 香港18区的区议会 将举行换届选举 香港区议会仅为区域咨询组织 而没有法定权利 目前香港各区议会 大部分席位 被亲北京的建制派占据 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以后 民主派及活动人士积极参选 并且呼吁香港市民 做选民登记 以求打破无人参选 而建制派候选人 自动当选的局面 香港民意研究所 数据分析经理戴杰辉 今天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正在进行抽样民意调查 询问市民们 决定黄之锋参选提名 无效的官员 未来是否应该受到 美国人权与民主法的惩罚 预计周五将公布 这次民调的结果 徐波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另一方面 台湾定于明年1月的选举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 发表美中关系演说时候也说 对香港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 和台湾的民主示范作用 都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那么彭斯说呢 拥抱民主的台湾 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北京对于海峡对岸的相关动态 有什么反应 舆论方面也有什么最新进展呢 叶斌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不足两个半月 那么中国大陆对台宣传也加紧 为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鼓动造势 对于现任总统蔡英文 中共官媒则是用上了政治上比较敏感的 大撒币这个词 比如中共中央台办下属的中国台湾网 今天报道称 蔡当局三年不努力 最后一年大撒币 人民日报海湾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你好台湾网 将蔡英文政府对农民和夜市 发放的补助 也说成是撒币 此外呢 还有大陆官媒的工作人员 在Facebook YouTube上 开始发布视频 开展对台宣传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发现 中共官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张希达模仿台湾口音 在脸书和YouTube上 发布视频评论台湾时局 称蔡英文将台湾出卖给日本 并且强调中共将武统台湾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称 假讯息充斥网络 轻则影响社会安定 重则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家安全 对此呢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今天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那么据了解啊 这两则消息来源于 个人的粉丝专业 是作者个人 对台湾社会的观察解读 民进党集齐当局啊 为操纵选举 转移民众批评 总是把矛头啊 转向大陆 来造谣抹黑我们 这是他们惯悟的手法 美国联邦参议院 昨天通过了台北法案 要求行政当局 采取行动支持台湾 那么马晓光回应称 反对美方插手台湾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同时呢 他指责民进党 说美国打台湾牌 民进党当局干当棋子 最终损害的是台海地区的和平 损害的是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而对于彭斯 关于美中的关系的讲话呢 马晓光的点评 还是严厉批判民进党 说民进党当局 挟洋自重 干当棋子 令人不耻 另外呢 一名中国大陆游客 在台湾撕毁声援 香港抗议的联农墙 周一被台湾移民署 驱逐出境 并且不准 五年内不准入境 中国游客在台湾损毁联农墙的案件呢 是不止一例了 有的驱逐出境 有的缴纳罚款 接受法制教育以后才能离境 而大陆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呢 比较低调 好的 好的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